呃好的 黑白狗看一下喔 他帶忍中龍手鬼戒跟這個 套裝然後帶水刀跟iPhone 水刀跟iPhone 好看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利手的跑圖 他這個速度跟對面差不多耶 沒有辦法判斷出誰強誰弱 感謝克里斯的十個小起點 感謝克里斯 乾爹大七乾爹牛皮 乾爹肚子皮三 謝謝你 這個水刀有料喔 看起來沒什麼料 開車了沒啊 好像沒開耶 怪怪的喔 拜託不要搞 對面好像有點強耶 對面這個金頭跟他的速度差不多 但我看起來是利手贏了一點點啊 利手好像比他還快一丟丟 哇他撞到一個了 不過好像有韓星開出來了 然後他這場應該是移速 所以是479塊 479 他沒有帶魁手 然後這個 他應該會帶卡鏡 我猜 卡鏡跟貪湖 有貪湖就代表是冰雨 開了 感謝克里斯的訂閱 克里斯大器 克里斯劉B 克里斯重心虎星大運 謝謝阿戴的十個小起點 感謝阿戴 好我們繼續來看這個 這個有葫蘆的通常都是買冰雨流啊 單挑的話 然後這邊他直接先按一壺 他再按了一壺 然後按 喔他按了一壺然後馬上叫出這個 這個冰雨 果然是冰雨 然後再按這個水刀 水刀再加大絕狂打 然後對面都沒有動作 他這個卡牌禁止也沒有買 哇靠秒殺 哇對面也秒殺欸 哇這場很刺激喔 他們兩個人的互秒喔 這個王直接就變不見了 節奏一模一樣欸 就猜這個 不知道 最後要怎麼看誰贏 會不會平手啊 欸 他沒進到傳送門 對面贏 對面進到傳送門了 Liso小輸一點 剛剛下面那個傳送門 Liso沒進到 他們現在這個速度的話 是對面小贏了一點 就因為那個傳送門 哇這個很刺激喔 車車感謝你的上車喔 哇這這場 聽說很想要開車 嚇死我了 哇 謝謝周皇的五千個小騎點 今天周皇已經大傻必傻 兩萬小騎點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幹爹大青 幹爹牛皮兒 幹爹豬牛皮 他沒進到傳送門 又慢了一點 然後吃到了這個 憤怒的卡牌 可以加攻擊力好像還不錯 因為他有這個貪湖 他知道會壓血量 然後等下會用兩敗巨箱 壓到一滴血 所以他那個 吃到那個血怒好像蠻香的 攻擊力有提升 就看他接下來怎麼搞 喔他進來就直接先用個卡牌 他跑輸他了 他就直接先丟一個卡牌禁止 以免對面不能 以免對面丟他卡進了 他不能放卡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靜心能不能解 然後他這個沒能量了 他射了一個雷弓 全部射下去 臉上 然後撞撞撞撞撞撞 然後想要撞出冰晶護體 冰晶護體沒撞出來 水刀開轉 水珠缺開轉 不水刀 水珠缺開轉 然後轉完之後 再丟個倉月戰爭 那水珠缺好像蠻有料的 在打這個 你用冰與流 然後開大學的情況還蠻強的 對面竟然輸了 被卡進了之後 對面的雷弓射不出來 直接殘被 這個 一樣套裝 剛剛打法基本上 跟剛剛那個人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的詹宣跟利手打得好像差不多 然後他也沒帶這個 海邊捲軸 哇 精彩 我們來看龍寶寶怎麼跑 我們 又來了 這場是混亂加行竊 所以他們應該 前面兩張卡是亂帶的 我們這邊 可以大膽的預估一下 我猜他沒有帶海邊捲軸 欸果然沒帶海邊捲軸 好的 他是帶這個很基本的套裝 大家都是帶這個基礎三件套 然後加加水刀斷槽 他玩法跟那個 剛剛那場詹宣玩的一模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跑圖的技巧如何 跑圖的技巧如何 跑圖的技巧如何 他也是不過這個傳送門的 呃 詹宣直接嘴我 他在留言嘴我說 我們不過傳送門 我們過傳送門 是因為要吃魚臂啊 大屌 啊 這是詹宣的留言 放他念出來 所以他們 他們進傳送門 只是為了吃金魚臂 因為他們知道怎麼樣 都跑不贏艾西卡 所以只好吃金魚臂 OK 那他這邊這樣子跑 贏了對面一點點 贏了對面一點點 然後我個人覺得 艾西卡為什麼每次都可以 跟別人跑一樣的路線 然後比別人快一點 是因為 他那個 那個他前面的滑 是這樣離開地面 一點點就 就下來了 我不知道那個是不是腳本 我感覺那是腳本按出來的 就這樣 他這樣咻咻咻咻咻咻 就連 原地可以這樣滑一下滑一下 那個 那個會影響到 前面的 直接把速度拉到最滿的情況 所以 艾西卡才會贏人家一點點 第一波的小跳高度 會決定 你的速度 所以 我猜可能是因為那個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看這場 結束完了 我們不能誤會單軒喔 他們吃金魚臂是為了錢 他們走船上我們是為了錢 不是怕死 好的 那這邊水刀打出來沒爆擊 有點衰 然後買了這個東東 我們看他什麼時候會丟 對面沒丟他也沒丟 他的水刀比較衰 傷害比較低 對面的有爆擊吧 打比較高 喔對面丟了個迴旋標 然後他按了一個英雄照 喔這邊受不了開大絕了 然後20%攻擊器開大絕 對面沒有做任何的反應 對面不知道開大絕了沒 呃他直接鎖下去了 他覺得對面可能有在開大 一個怒鎖 然後對面不知道買了什麼 對面沒有鎖牌的 然後這樣轉轉轉轉轉 欸iPhone沒按耶 他忘記按iPhone 他有點遲疑了 有點遲疑了 這iPhone炸出去應該就出圖了 出圖了 他有點慢了耶 他這個iPhone按快一點 可以再找一點點出圖 應該給他快個一兩秒 快個一兩秒應該也是蠻關鍵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輸在這一兩秒 我們就等著看 然後點到一張剃卷 運氣蠻好的還行 呃他沒有進這個下面的傳送門 他沒有那麼細 其他的玩家好像比較細一點 都會進那個下面的傳送門 很厲害的刁鑽的射進去 好這個傳送門 進去 好這個是常規傳送門 開火啊 按個武器 然後順便撞個金魚幣跟鬼手 毒手 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炸一下 這個跑法應該很基本 然後就看他接下來的跑法 吃潛潛 吃潛潛 潛飛 吃潛潛 吃潛潛 往下鑽 很強喔 壞喔 很牛喔 可以喔 他這個後面跑的也是很完美的 然後這邊會有一張卡牌吃一下 群體再生 有點衰 這個人吃到一張群體再生 對面也很衰 吃到群體再生 OK 疑速 966 然後 踢卷 白撿了 笑死 真的有個踢卷 哇 對面有憤怒耶 那有點 這個人有點微喔 憤怒在這個情況 如果對面都沒受傷 王者祝福全版的情況下 可以感覺提升很高很高的張牌 然後 對面可能還會有一張 限制卡 感覺有點危險 他不開大絕 他很怕被搞 喔 被搞了被搞了 哇 專業的耶 他好強喔 這完全算準了 對面有一個封印 可是 好像 還是有點危險 呃 切這個 他切靈了 但是切靈沒有用冰晶 沒有用豬血水珠去撞到這個冰晶 然後 對面剛剛被他那個虛弱虛到了 哇 好像要輸耶 欸 平手耶 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賽 我們就先不聊了 啊 又這樣子 幸運跟咒盾耶 有咒盾喔 不過他們應該都會直接破盾 有幸運喔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卡牌帶的比較貴的卡牌 馬上應變 然後弄一個新的套路 OK 小龍蝦這個套裝就一樣 欸 有帶寒冰卷走了 然後這場是 海之冰 詹萱說他最不會的海之冰 我們就來看詹萱多不會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 小小的一文字給他撿 欸怎麼卡住了 我們的宣哥好像有點微卡微卡 斷滑了嗎 還是本來就那樣 好我們當他本來就那樣 肯定不是斷滑 然後對面快了一點點 然後吃了冰卷樹 OK他們再跑一個 這張圖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跑法 欸唷喂 他偷偷上去多撞了兩下 很讚喔 然後按了這個 因緣罩爆破爆破 西瓜西瓜 欸會不會這個因緣罩 如果都不按掉 一直吃這個因緣罩 一直吃那個因緣罩 然後帶雷雨到王 狂按會不會比較強啊 就為了不要為了那幾毛錢 然後把那陰緣罩按掉 到王的時候 狂按 然後用雷雨狂炸 說不定很厲害 好順便講的 因為我不會玩這個遊戲 不要聽我這個雲玩家的建議 好的 他這邊到王了 輸了一點點啊 被水牢困住 然後又這樣搞了 兩下 然後這邊他會買啥勒 好刺激喔 他買了一個 舉救盾 跟一個 卡牌禁止 這個應該他 我覺得他都留在惡王丟 他如果慢進土的話 就會在 惡王慢進土的時候 直接先丟下去 OK這個 王的 完全不管 他那個小套套完全不擬 然後按一下 喔韓星直接炸掉欸 他切流派了 OK切流派 切流派加攻擊力 然後讓這個轉出去 喔對面一個舉救盾 給他晃了欸 然後這個大絕有點空 不過對面也沒救 他這樣子先打的話 有可能先贏 因為 對面的 對面只要開大 他也很容易發現 他也可以詛咒你 他也行詛咒你的 所以 你這樣很尷尬 你看他詛咒了 你對面 你對面先丟 不一定 就贏 不一定就贏 這個 我們的宣哥這樣應該很有機會 因為對面大絕球被阻掉 有機費 有機費 只要這個 喔喔球球飛出去 然後苦無 蹬一下 OK 欸平手出圖 有點刺激 對面也是傷害 直接在街上就結束了 哇 也沒有平手欸 對面還快一點點欸 撿到一個好東西 希望這個東西有料 哇 還以為 我們的宣哥可以小贏一點 找不到竟然沒有欸 對面不知道還有什麼挖勾弄了一大堆 好猛喔 可能還有祖武跟那個 一文字吧 不知道 好強 然後對面 走上面用那個一閃一閃的 一閃一閃一閃 一條一條 點點點 OK 欸 那這個一條一條的如果都不墊下去 然後用這個武器過去 再到王 再配雷羽狂按 是不是也很強啊 算了 不要理我 一直在亂想雷羽的事情 我們不要再想雷羽的事情 好他們要打程序員了 如果要打程序員的話 這個離手的話 完全沒問題啊 離手程序員是 鬼道不行的啊 欸他這邊怎麼沒有被消能量 他怎麼做到的 OK他直接怒丟一個卡牌鏡子 就是他一開始為什麼要買卡牌鏡子的原因 他買了卡牌鏡子都在二王才丟的 讓對面不能弄他 那他可以弄對面 所以他等一下應該就會馬上按這個了 一面被禁 他很慌 他會慌 OK他馬上按出去了 OK 然後下翻 然後這個 對面被 欸 對面怎麼吃了一個叉叉 是bug嗎 呃 直接炸掉了 然後這樣子 現在躺在內路啊 他內路啊了一下 然後對面的血條也在狂掉 大家都在狂掉 喔會躲欸 喔阿萱 阿萱阿萱 阿萱有點微 呃 對面的血條掉的也蠻多的 對面好像把大絕開完了 對面的傷害好像略高一點 感覺阿萱要輸了 阿萱迪迪 阿萱迪迪 輸了欸 對面是用那個欸 雪武林欸 對面用雪武林欸 對面用雪武林打到底 阿萱迪迪帶苦無傷害不夠啊 苦無的傷害太低了阿萱迪迪 好我們來看這個黑白狗 我們剛剛沒有罵人喔 我們是很合善的玩家 OK 他又是海之兵欸 幸運跟代價欸 然後這個 喔鬼達摩 我們來偷偷看一下這個玩家怎麼跑的 他帶斷草當主 喔呦 Liso真的是很有想法的一個玩家喔 喔 剛剛那個詹瑄應該真的是有卡啦 你看那個Liso他進傳送門是秒進去的 剛才詹瑄會停在路上 OK 然後進第二個門 帶了冰晶 冰晶會自動放 喔T 他後面有個T字 所以就是一定會自放 然後再飛上去吃這個 然後他就會自己爆掉 喔 炸寒冰了欸 喔他用寒冰賺錢 然後直接切 喔很屌欸 我懂了 Liso是用炸寒冰賺錢 然後 哇踩到了欸 沒進去 Liso用寒冰賺錢 然後用 呃 雪武林打整場 有可能是喔 我們來看一下 我也不確定 欸沒有沒有 他打完第一隻才會切雪武林 因為他第一隻帶鬼達摩 他第一隻負責賺錢 然後 第一隻負責賺錢 然後帶鬼達摩直接硬尻這個 哇 這個想法可以 沒有 然後我 有這個欸 有這個是不是 代表他是用冰羽流喔 他在嘗試冰羽流喔 牛逼喔 看一下他的冰羽怎麼丟的喔 直接先按一個小iPhone喔 然後這網出來了 斷槽會衝嗎 斷槽不衝喔 直接讓iPhone爆喔 然後被嚇唇賺 壓血 壓血 然後卡出冰羽之後用斷槽衝阿 斷槽原來是這樣配合的阿 我們又學到一招了阿 大家懂了嗎 斷槽配合這個冰羽 咬打一個 然後他還是沒開大絕 然後對面應該已經開了大絕了 封了封一下 對面用冰錐數流了 那上一場 這個臨手上一場的打法 冰錐數流 他這場用了 然後按了一個武器 然後這個網K了一個東西出來 沒有用 連K到 撞了一下沒躲 傷害好像有點小炎 豬雀斷槽開衝 對面也出圖 又平手了 可是他這邊切了一個雪武開衝 速度比對面快一點點 因為雪武林飄的速度有加成 他用這個 他用這個拉開一點點速度的差距很細 因為有打到這個等級的比賽 可能就差這個一兩秒的時間而已 細節男人 然後還有這個咚咚可以丟 然後他現在不能損血 他現在損血就不能觸發可愛的 那叫什麼 冰霜 冰心 他一定要無傷 等那個叮 還剩下4秒鐘 直接被炸一個17秒 怒暗雷盾 太氣了太氣了 沒有他暗雷盾只是為了要撞後面的石碑 絕對不是生氣 OK他這邊還是可以觸發的沒事 對面撿到一個拔刀樹 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然後他這個 欸這什麼錢夠啊 這錢是bug 欸對面怎麼不見了 什麼意思 沒了 好的 我又投錯人了 Liso Liso是我永遠的神 我以後都只投Liso了 好不好 我們下一場比賽就只投Liso了 好